星期二 在南韓歲月號杜倫沉沒事件當中生還的學生繼續在安山出庭作證 在杜倫沉沒時逃生的15名全員正在接受審判 學生在法庭作證時提到他們的同學在杜倫下沉時 將救生衣分發給其他人的英勇行為 還有學生說有部份乘客在杜倫傾側時 將槍簾或消防水龍帶拋下來幫助他們逃生 預計所有75名生還的學生都會出庭作證 汽船逃生的乘務人員被控的罪名包括謀殺和疏忽職手 在星期一學生描述當時混亂的場面 說船員反覆命令他們留在創內 甚至在杜倫入水時還這樣做 另一名學生作證說他和其他生還者始終沒有得到船員的任何幫助 歲月號杜倫在4月16號翻沉造成大約300人喪生 大多數遇難者是從仁川前往著名旅遊度假地製州島 進行畢業旅行的高中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 人數字幕志愿者